看回大事方面 恒指报19226点下跌507点 成交720亿多 而另外期指即月跌617点 做19143点 低水近77点 成交量10万张多些 这一节想和Stanley讲讲一些航运板块 不如一起看看他们今天的表现 中海发展5.69跌超过2% 中国远洋跌得比较多 跌接近半成 而中海集运跌接近4% 1.4毫半 太平洋航运3.49跌超过2% 东方海外跌接近3% 35.2毫半 Stanley看到这个板块周期性比较强 想问Stanley 他们当中中国远洋人編号1919 都公布了第三季度业绩 都可以看看 上季转损21亿人民币 整年的业绩有个健虹的情况 股价方面都做得不太好 今天仍要跌接近半成 公布了业绩之后 天天都在下跌可 除了昨天有个比较好的升幅之外 整个板块来看 是否都是比较偏弱 基本上除了刚刚说到的 你说中国远洋之外 其实在之前的时间 比如中海集运本身 都公布了第三季度一个业绩 基本上都是出了一个 转型为规的情况 你看看这个板块本身 其实都真的做得 可以这样说 其实都是跟随经济去行 大家都知道 经济转弱的情况之下 对这个板块 其实都有个比较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在之前的时间 其实你看到个别的公司 或者看到他们的股价方面 其实之前做得不错 最大的原因 就是在过去的时间 刚刚看到到内地 就是一个参业指标 一个BDI指数 其实都出现了一个 升上今年的高位 但只不过 这个因素 基本上都是因为 受到一些季节性的因素 有关 因为当时都比较 在内地方面 可能需要一些 一些煤和铁矿 所以都是由 令到运势方面 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但只不过 经过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后 其实见到BDI指数 也是再次 由高位回落下来 事实上 你说这个板块本身 其实第一 就是经济收期而限 如果经济转差的话 都变相会对需求量 是减少的 而且经过你说 在金融海啸 即是百年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见到这个板块 在这段时间 都是做得没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起色 再加上 在当时 金融海啸之前的时间 其实很多的船公司 基本上 因为当时的BDI指数 都去到新高 很多公司 亦是当时 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 而做到很多新船 到近一两年开始 其实很多新船 都会轮延 轮延 变相 都会在将未来的时间 在运费未能提升的情况下 有更大的供应的话 即使经济是转好的时间 另外的问题方面 都可能会面对着很多的压力 所以这个板块本身 其实我觉得 如果在现阶段买这个板块 其实面对着风险 其实都不小 所以我都认为 如果你说真的未买货 而想从你反弹的话 这个板块 我暂时就不太建议 好 另外想看看 就是汇丰股份 Stanley 见到好像 跌幅都扩大了 跌超过3% 65.3% 今天最低 就是做过65.05元 他好像一直都拖下恒指 是多少点 没错 基本上看回汇控本身 其实它的发展 基本上都是在三大地区 例如香港 在英国 以及在新型市场方面 直接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 似乎真的不太直接 但问题是 一些国际性金融的机构 其实本身都面对着 如果你是全球经济 一旦转弱 或者是 譬如这次有危机 如果你是一路抗战下去 变相都会令到 回控那个 那个 本身的发展 都一定会受到一些 比较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拖累之下 其实令到 回控股价都不断 开始下降低位 实际上 你看回控本身 其实在这段时间 都可以一路续续 各地区的一些回控 都公布他们的 区分行行 都公布他们的业绩 其实表现上 都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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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 你看看公司的回控本身 是在过去的事 自从今年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都比较多动作 你见到公司本身 是不断出售一些 非核心的业务 就是令公司的运作上 或公司的业务上 更加简化 其实这方面来计算 我觉得是可取的 但是只不过 你面对着全球 有一个经济 不明朗的情况之下 变成对方的股油方面 都暂时 我想负面因素 可能会影响得比较大些 而且始终公司 是一些新型市场 虽然在这段时间 就算发展新型市场为主 但问题是 如果经济前景 叫做转差的话 这些市场 仍然会面对着很大的压力 可以变成为公司的表现 所以初步看到股价 在之前的时间 曾经突破70元的水平 但现在开始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下调的情况 如果再看后市 如果是晚一 如果再市跌穿20元 即大概20天先 即60元的水平 基本上会再触发 可能会再有机会 再市之前的一个低位 大概就是62元的水平 所以现在60元的位市 相对比较关键 如果守不住的话 后市应该有机会 再次62元 甚至是更低的水平 说到银行股 方面 昨晚联储局议息 都一言预期维持超低息 政策不变 看到本港银行方面 都面对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 我想问Stanley 内地方面又收紧银筋等等 现在都是吹 可能会放松 但好像香港银行的资本 资金方面都好像 都很紧张 你觉得香港银行 即本地银行方面 会否为了吸纳一些存款 即多些钱来周转 而有加息行动 其实看回香港银行股 暂时来看 它的泰传比多 仍然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所以这些抢存风的行动 暂时来看 未必会有这样的行动 此外 资本地银行股本身 其实它的业务发展 都相信是比较平稳 所以会否有加息行动 我觉得机会未必太大 当然 你看看个别的银行 对于银行来说 其实现在也有个 变相是有些加息行动 但这个主要就是 省在一些房地产 一些按揭息局方面 所以最主要是 在房地产业务方面 在过往的时间 其实那个息口 相对比较低 基本上 对于个别银行来说 其实这些 譬如当时来说 H加零,0.7,0.8的情况 对于公司的成本方面 如果上升的话 都变相 这方面的影响相对比较大 所以他们会谈论一些 拆息局方面 譬如流氧方面 可能有机会调高一些息率 但问题是 在其他一些 譬如在P的方面 暂时没有什么机会 会有个加息的可能性 但你说在流氧方面 或者其他一些 息率方面 这方面可能有机会提升 好,谢谢Stanley 我们今次时间又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 会有全日总结的环节 Stanley会继续和大家分析 今天港股全日走势 恒生指数 看一看 这一刻跌492点 还有19240点 成交方面有745亿多 而至于期指 低税78点 19164点 下跌599点 成交量103千张多些 国企指数跌149点 10296点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有全日总结的环节 稍后再聊 大家听过了